世界上最让人寸步难行的挑战 无论是什么东西都能轻松粘住 外国小伙不相信 非要挑战这个强力胶 所以特意找来一个六米长的强力胶板 要从上面跑过去 结果直接来了个狗啃力 于是他喊来了朋友 在试着挑战强力胶的粘度 或许有人能从这上面跑过去 并且成功嘛 所以他大手一挥 一下子直接买下了几十桶强力胶 并把它们铺在准备好的测试板上 小伙的爷爷用手勾起一点 居然放到嘴巴里面尝了一下味道 等等 我发现了什么 刚才爷爷是用食指勾的吧 却把中指放到了嘴里 果然老奸巨华 差点被骗了 一切准备就绪 所有人要开始测试了 他们都穿上了防护服 还有防目镜 最先出场的是小美 出发前直接喊出一嗓子 想要给自己加油打气 自己抱完树之后 小美直接冲了过去 可结果只走了三步 第三步还是因为脱了一只鞋 她在里面挣扎了三分钟 深深体会到什么叫寸步难行啊 小美彻底被粘住了 只好放弃无用地挣扎了 结果鞋子没扒出来 袜子也跟着牺牲了 第二位选手全面武装 她能成功吗 接着往下看 第二个出场的是金发妹 她吸取上一味的教训 自信满满 她准备采用小碎步的方式 只要速度够快 并且踮起脚尖肩跑 就不可能会被粘住 看着她起跑的姿势 像是受过专业的训练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残酷 她几乎是原地躺下 现场演绎 什么叫五体投地 现在她无论怎样用力 都不能移动身体半分 其他的挑战者 都笑出了恶叫声 最后还是在其他人的帮助下 这才走了出来 可她的袜子和鞋 还有手套 就留在里面默默哭泣 幸亏金发妹穿上了防护服 不然其他人要是将她扒了起来 她绝对会喊出 哭天喊地的嘶喊声 最后出场的的是小帅 她一脸自信 看来她应该有应对强力教的方法 小帅表示 她将前面两个挑战者的失败原因总结出来 就是他们的力气太小了 只要有大力 奇迹就一定会发生的 于是 她全副武装 想要采用连续跳跃的方式出击 结果跳了一下 立马摔趴下 通过慢镜头动作发现 起跳的第一下 就将裤子直接撕烂 如果小帅真学会中国轻功的话 或许真的能挑战成功 小帅整个人被粘住 要是再大力一点 可能脸都要被粘住了 连爬起来都十分费劲 此时的她 已经不能动态 用力过猛 结果 下一秒防护衣直接裂开 看见这一幕 其他人忍不住再一次 笑出了恶叫声 终于 小帅在报废了 全身装备的情况下 成功脱困了 通过这次挑战 小帅彻底向强力交认输了 不得不说 老外真有趣 不知道你有什么好办法 可以通过这个强力交水的呢 谢谢呢 小帅 帅 小帅